另外台中一名机车骑士在南区复兴路往火车站的方向 居然一连遇到了三名骑士都逆向左转 短短不到两分钟 这有三个人逆向 让他觉得实在很夸张 而且最后一个还是在警局前违规 把行车记录器画面PO上网 网友看了也笑说 难道这是新式的台中式转弯 机车骑在南区复兴路 停下来等红灯就遇到有人逆向 朝停等红灯的车阵骑过来 没多久又来一个 这次从画面右边窜出来 人家在等红灯 他老神在在的慢悠悠的晃过去 骑士继续往前骑 这个路口准备两段式左转 不料迎面又一台机车朝他逆向骑过来 而且镜头拉远点看 这个地点还在台中三分局门口 民众又好气又好笑 PO网说短短不到两分钟的路程 居然遇到三个逆向左转的骑士 不过他们转得非常缓慢 看起来胆大心细很平和很日常呢 网友笑说你是不是安排灵眼 还说这是新式台中式转弯 也有人说出重点 他们都要去连锁量饭店 就逆向啊 他如果车子转弯就当我中道 求一个方便的 所以就是可能他就直接转这样 不管在分局警察局前面 可能就是也是都这样 现场时机就看到摩托车逆向 连脚踏车也是 而且就在警局前面 警察悲悲难道都没看见吗 警方表示会加强取缔 也赶紧派人出来站纲 无论如何 骑车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贪图意识方便逆向骑车 要是出车祸 害人害己 记者陈妍宜 陈世杰台出报道